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昨天澳洲股市方面下跌幅度最大的是AMP跌幅15% 可以说是暴跌了 我们说是这个AMP又遭遇了一定的黑天鹅事件 这个事情为什么下跌15%呢 是因为AMP在新西兰出售保险业务失利 受到了当地的银行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呢银行禁止它销售出售这部分业务 那因此呢AMP在本财年呢 可能将不会继续派发股息 那么受此消息影响呢 股票是开盘就下跌百分之十几 目前最低跌幅已经是跌破了两块钱 一块八附近 所以说呢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风险的一个分散 那么又到了年度的这个财年 我们知道财年的时候大家要考虑报税 那么今年ATO查的格外的严 这对于澳洲的咱们华人来讲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ATO报税的时候 那么金融行业或者做金融投资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程度的抵税 甚至呢咱们的有些投资上的亏损呢 有的客户呢的会计师啊 能够非常专业的帮我们做出一定的减免 包括大家如果是来CT跟我们一起喝咖啡 或者是来CT呢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么所付出的这个停车费等等 或者是买电脑做股票的这个看盘啊 或者是交易方面的一些费用 都可以作为自己的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些抵税 甚至可以去咨询一下咱们自己的专业的会计师 所以说呢如果是赚钱 咱们好说 那么亏钱的话也要一定要问一下会计是否能做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税务低免 那么GoMax呢在目前已经是有超过4万多名的全球客户 超过1600多家机构客户 那么我们在这里工作呢 或者是大家成为我们的客户 除了本身平台所具有的优势以外 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的除了资讯 还有这些啊这么多的机构和个人客户里面 投资者里面能够获利或者是长期稳定盈利的 那么我们经常会跟这群人呢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交流和沟通和学习 那么大家会分享一些意见和这个交易策略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些策略整理好啊 传授或者是分享给大家 那么这样的话大家获得的信息呢 就比其他的这些在其他平台啊 自己做交易啊 比方说Common Seg 那么大家是没有独立的或者是专业的分析师 作为一个交易上的陪伴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在做投资的时候 那么最重要的是啊 自己的信息来源和身边是否有专业的团队作为一个支持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过去推荐的这些行情里面啊 除了AMP目前下跌幅度比较大 那么如何避免这样的一个大幅下跌对我们的资产 或者是投资组合做出啊 一个负面的大幅的影响呢 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还是说做一个分散的投资 也就是说鸡蛋还是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么在我个人的投资组合里面有一个板块啊 叫做补涨板块啊 或者是补涨类的股票 那么这个板块里面有哪些股票呢 有API是Price Line的母公司 也就是说我们在澳洲常看到的药店 连锁药店的母公司 另外一只呢 是这个这个NST NST呢就是之前啊 这个黄金类的 那么它如果是之后的黄金价格上涨 那么它还是要有一定的冲涨 那么另外呢 就是贝拉美和TWE 那么这两个呢 都是跟中国有一定的贸易往来 并也是属于一定的贸易销售类的股票 之前呢 贝拉美的股票一直是在8块钱以下 那么现在呢也回升到了9块以上 TWE奔赋呢 在今年上半年基本上啊 没有怎么涨 所以说呢 都属于补涨类的股票 那么另外一只呢 就是AMP AMP下跌15% 但是另外几只呢 都上涨了10%以上 所以说呢 大家在做一个资产投资组合分配的情况下呢 啊 就会发现 比单一股票投资啊 风险会低的很多 另外呢 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的投资策列 一个呢 是中长线 我们可以选择持有黄金类的股票 那么短线呢 或者是区间交易 可以持有空单的啊 黄金的这个期货 因为做空黄金的期货呢 在我们这里可以每天获得一定的仓息 那么做涨黄金的股票呢 大家可以每年 每半年拿一定的分红 所以说两边呢 我们既对冲了一定的风险 另外呢 又可以两边都有一定的啊 这个intress或者是dividend的收入 那么另外呢 就是美国呢 方面2020年特朗普大选 那么现在呢 特朗普公布出来的数据显示 特朗普的这个江湖地位是排在第二 那么前总统拜登呢 是已经在支持率上领先了特朗普 因此呢 如果美元下半年或者明年下跌的话 那么由此带来的两个交易机会 一个是英镑对美元的上涨 另外一个是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上涨 土耳其里拉央行的存款利息是24% 在我们这里交易同样可以享受20%多的每年的这个利息回报 所以说大家可以持有几千块钱的啊 澳币的这个土耳其里拉 因此呢 我们可以享受既是美元下跌带来的capital gain 又能享受每天能够带来的不错的一个利息收益 那么在西区呢 我们28号中午啊 还会有一场讲座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还是老地方 凤凰酒店 28号中午 欢迎大家一起去参加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